世界盃一來到,沙特作為歷來第一隊亞洲隊出席揭學戰 馬上輸五球給主辦國俄羅斯,怎算好? 有朋友馬上問,究竟沙特是否因為球員太累要齋屆,所以不夠俄羅斯踢? 答案是NO,不關齋屆事 英國衛報都說,沙特好像很多伊斯蘭教國家,5-6月都要齋屆 齋屆定義,即日照時間內不能喝,日落後才飲食正常 如果沙特真的齋屆,放回去集訓營,聖比德寶就慘了 聖比德寶這陣子每日日照時間很長,18小時 作為沙特球員,總不可能每日有4分3的時間不飲不吃 即是可能除了水之外,什麼都不行的環境 演契大賽 所以沙特已經向政府申請,將全體參賽球員的齋屆月押後到世界盃之後 當地很多市民都是類似這樣 例如旅行,我就是旅行的,旅行後才開始齋屆 但證明了,沙特不是因為齋屆而夠抽 是真的不夠打,太強都猛打俄羅斯 SALUT! 接下來世界盃,我一定要多點留言跟大家聊天 有留言,有要求,等你 世界盃,來吧!